有车友说买房车后悔 那时没买对 入门级的房车全款20万不到 还不用担心前置 原厂 二维纳斯的路纹车 整车长度4095 宽座 1998 高度2424 南海C兆 正开 C1C2都能驾驶 等前面圆润降低行车过程中的封锁 前置前去的去动方式 输出的动力变得直接 后面有四个银和金的能力 四个能力 特别带着台阶监测 透视剂 上面的大阶面 采用的是电动可调游搬水 驾驶室 共计有三个座位 整车是一个合载五座的车型 前面驾驶室的话 也可以利用一张空气床垫 洗后一张临时床 主副架也都配备安全气囊 配备有液压助力的 多功能的方向盘 带有竞速巡航 以及我们的上火辅助 搭载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6AMT 自动挡的变动箱 后向起才是一个螺式车身 所以带来的更加趋近于正常用车的一个驾驶舒适度 那么外退窗 才用双层两个材质 增加保温效果的同时 达到转向此外线的领域 全尺寸的备态 安装在那 几堂的下跑 配备有试电机口 咱们可以同样 利用咱们配备好的转接器 从心理员的充电中去取电 尾门是一个对开门 那么在外观方面我们还可以选择车顶的太阳能 车顶的行李架或者是后爬机以及自行车架 打开尾门之后 可以看到车虽然小 但是储物空间却算是比较公寓的 放一些户外折疾桌椅 银具 吊具都还净够用 左侧 咱们的一个外机的取水口 可以从咱们水箱里面去取水 而且我们配备一个取水的淋浴喷头 带有软机的水管 取电口以及点音器的接口 也都是位置齐全的 装配了420的零寸电池 合计有4.8度的银电 并且配备有一个3000瓦的重量引体机 右侧装配的是一个2米5 2米的支援红 在中面下方 配备有一个与中文粘动的翻车式的踏步 整个后箱起 看起来是非常的显 空间大 而且光是风格的话也比较小心心 那么前方是咱们的厨房区域 台面下面有咱们的洗手盆 带一个折积室的洗手笼头 盖板 也是作为一个切菜的菜板 来使用 侧面延展的小桌面 下方50升 等动的藏 双方的冰箱 右侧主弹室的微卧炉 然后在颈部 目前是装配的 25层的一个便携式的清水箱 上面有一些主空间 中间区域 两人的会客区 中间有一个升降桌 以及我们两个同意的单座 这个单座本身的座椅靠位调节 角度可以达到向后20度 所以在长周行之的时候 是比较舒适的 并且我们同样也可以将座椅靠位 往前打平 现在看到后面的床的话 其实只要升高兴趣的话 这个床它也可以是一张单人床 但如果是说大家觉得床的尺寸 不得的情况下 把座椅靠位往前打平 然后升降桌降下去 最后拉伸出床板 封好床垫 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一张 前后宽度1米3 左右长度 1米72的装置床了 那一个人睡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对吧 然后再上方12伏特带的面部空调 顶部有咱们的一个带照明功能的天窗 这个空调有三点好处 第一点的话就是噪音小 第二点就是等号机 第三点的话就是它的整体的自体效果好 这个这三点性能 如果在咱们后期选择房车的过程中 一定要多加考虑 然后在中文基本上方是咱们的疾控屏 现车配备有进口尾巴斯特的柴暖 提供暖空谷热水 然后也是配备有一个底排下方 30升的火轴箱 这样的一款多功能性的小的路线车 你感觉怎么样呢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